- 四位有参加过什么音乐比赛 不管是学校或是出了社会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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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优先 来 卡金娜你先说 应该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英国的 比较乡下的地方 哪里 就是 英国啊 对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很多那种 因为我以前是学古典音乐的 就很多那种歌唱比赛 然后钢琴比赛 然后他们就一直狂退我去 比那种钢琴比赛 唱歌比赛 那这个跟后来你进演艺区 有关联吗 其实没有 我是后来我大学才去 转去去念流行音乐 对 你转去流行的时候 你那些古典的老师 有没有很不爽 有 非常不开心 对不对 对 他们会觉得你叛徒 你背叛的那个 classic music 因为他们就觉得我 就是可能他们觉得 我蛮有天分这样 希望我在古典音乐上有一个 对 对 本来可以当李云迪的 对 虽然这个例子不好 对 朗朗嘛 所以这时候你怎么去说服自己 或者说你怎么面对这些 你曾经的老师 当你背他们就是觉得 为什么你要改变 没有 不在乎 不可以 就是因为我喜欢 好酷 对 我就喜欢 其实你的骨子里可能是 pop music 就是都喜欢 我只是想要尝试一个新的 不同的东西 对 了解 好棒 其实这个做音乐一定要有初心 对 不要骗自己 你硬去做古典你也受不了 对不对 你有参加过比赛吗 其实跟他在一个创作比赛认识 在哪一个比赛 那个时候我记得有很多 那个大专院校办的什么 什么 创片公司 台湾的吗 台湾的 然后他那时候好像是华语 还是华 就是反正是创片公司 对 创片公司 创作营 然后我是报那个创作组 他也是报创作组 是 然后有一个人就介绍我们认识 但是因为那一个人 我记得这件事情是因为 那个人介绍我们认识之后 然后那个人把我们的创作偷走了 What 真的大八卦 快快快快 多说一点 太精彩了 这个实在对我们太重要 你们的创作被偷走 对 就介绍你们认识那个人 对 他那个时候是很好心 就跟我们说 Oh my god 我需要一个编曲的人 然后他需要一个 一个会唱歌的人 会唱歌的人 结果 结果过了一阵子 他就突然跟我们说 他发片了 对 对 然后他就给我们看 他的那个专辑封面 所有的东西 然后非常专业 真的 对 然后上面都有 每一首歌的歌名 然后结果 他好像过了一阵子 发现说原来里面的歌 是我 是他的歌 专业的 鬼根本都偷你们的 对 他做得非常像 还可以这样子给你们看 他有一定气疯了 对 气疯 那那个人今天在现场吗 什么可能 搞不好就是你 你还剪袖子 搞不好你 二人先告状 那你们后来怎么面对他 他还在演艺圈吗 他真的有成功发片吗 他应该是真的有发片 但是 因为那个年代的资讯 不像现在那么的 是哪个年代 是很久以前 就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大学的时候 现在还在歌坛吗 他应该是 顶多是幕后吧 可能 讲得很保守 不要断人后路 不要断人后路 但是我觉得蛮励志的 起码他们两个没有被打败 你看他们最后 你要私下告诉我们 不要 Let it go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